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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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雪莉 好久不见 大家知道我在学习木吉他 那作为一名初学者呢 我会想要把学东西录下来 一方面呢,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学习记录啦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过程中 是会发现自己哪部分需要加强 哪部分需要调整 这对学习吉他其实是非常有 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之前的做法就是拿手机这样 直接录一录,可是声音真的 非常的不理想 可我又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 如果想到去 安装声音器或者买一堆设备 我觉得,嗯,还算了吧 有一次跟朋友聊天啊,他就 推荐给我这个 IK Multimedia的 iRig Acoustic麦克风型的 可是音器 因为他说这个使用上真的 非常的简单方便 而且音质非常的 不错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体验看看 它到底是有多方便多简单 但声音到底是 怎么样的 好,我刚刚其实把里面东西 就拿出来了在桌上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 外形很像 pick的东西呢,其实就是iRig Coustic它的这个麦克风 收音的部分就全靠它咯 我们现在就要来安装 看好咯 只需要将它放在吉他箱口边缘 轻轻按压下去 对,一秒钟就好了 是不是有够方便的 那另外一端呢,我们就要连接手机 或是平板 然后就可以录音了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些 平常在练习的小片段好了 一起来听听听看 好,相信大家刚刚都有听到 那我觉得使用iRig 这个Coustic录出来的 比我之前用手机直接录的真的好很多 声音非常的清洗 干净 然后背景的噪音 变得很小 一些打板或是吉他同声的 敲击声都是可以完整的 录进来的 你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 收在它专属的小包包里面 之前有看到朋友啊 但去户外录音效果也是 蛮不错的 那如果你同时有在弹 古典吉他或乌克莉莉的话 它都是通用的 哦,如果你是有用iOS系统的话呢 还可以去网络上下载一个专属的APP 里面有超多功能可以使用 所以学弟觉得这个东西 值得推荐给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 嗯 嗯 这个 就 有点 哈哈 是啊 一